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发出天台街舞邀约 将摩托荣禁赛博朋克风队长大秀等你来付 于摩天大楼之上律性而舞 用舞不表达hiphop态度 王一博队长的天台街舞邀约 等你来付 想必这几天这 就是街舞的观众们 幸福的要原地起飞了吧 不仅等来了节目的官宣定档 还等来了心心念念的队长大秀预告 距离开播的日子越来越近 王一博队长的大秀之约真的来了 是不是很多网友都像爪爪君一样 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王一博队长大秀的预告 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了什么精彩的瞬间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的让小伙伴们从中找到了有意思的几个点 原来酷爱收集表情包的摩托姐姐们 在队长大秀中发现了似横相识的王一博 还记得上一季的队长大秀中 王一博一改往日酷炫的风格 秒变调皮小可爱的瞬间吗 这一次 还是那个小可爱 却是不同的味道 长大一岁的王一博 似乎变得更加沉稳与深沉 可随着舞蹈抖动的小奶彪 再次将酷格可爱的一面充分暴露 而让网友们惊喜的还不止这些 王一博不仅将心爱的大摩托 再次融进舞蹈里 那只酷酷的黑豹摩托骑手也终于现身 骑上摩托车登上了队长大秀的舞台 这也让很多一直关注王一博的粉丝们 梦回无赶水舞台 怎奈这视频预告也太短了些 还没看够呢 好在YouTube Official更懂大家 随后将队长大秀海报释出 满足了网友们的小贪心 的确 队长大秀中王一博的造型很惹眼 从头到脚都是粉红系的穿搭 尤其同色系的瓜皮帽特别惹人爱 瞬间将活力直拉满 王一博这一身漫画风穿搭 再一次把时尚感稳稳地拿捏 然而 比造型更吸引人关注的 则是队长大秀里 王一博赛博朋克风的舞蹈了 搭配摩天大楼楼顶的宽阔环境 加上王一博干净利落的街舞动作 尤其那一卡点真是极度的舒适 更重要的是 王一博还在舞蹈动作里模仿了摩托车 哎呀哎呀 大家都知道你爱大摩托 只是没想到街舞动作里的摩托 也一如既往的帅 短短的15秒预告 却掀起了网友心中对于街舞的无限想象 除了惊喜于王一博的街舞创意之外 摩托车元素也将观众的思绪 拉回到了无感的水舞台 那时的王一博一脸稚嫩 头上扎个小丸子 骑着大摩托登上舞台 随后在舞台中央肆意的舞蹈 还有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的水舞台 那时的王一博喜欢大家叫他酷格 而此时的王一博又多了很多新的身份 豹子队长 青年演员 推介官 推广大使等 相信此时的王一博 一定最喜欢青年舞者这个称号 还记得在上一季的节目里 肖杰在舞蹈中加入摩托动作 意在模仿王一博骑摩托 表演结束后 王一博队长给出的经典评语是 我骑摩托没有那么扫 然而在新一季的开端 王一博就在大秀中融入了摩托元素 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他在街舞里骑摩托的样子 不得不说 的确很酷 王一博骑摩托很帅 王一博跳街舞也很帅 看一次这 就是街舞的队长大秀就被王一博摔到了两次 这是双倍的快乐啊 事实证明 大家都在很认真的期待新一季的王一博队长 所以不走可爱风的王一博 也完全不耽误他的可可爱爱 满满的创意 轻快的舞步 赛博朋克风格 街舞西哈style这些融合在一起 真的很难让人不喜爱他 当曾经几个月都没有消息的王一博真的动起来之后 消息就从四面八方砸来 看得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 这样的更新效率还真的有一些招架不住呢 接下来就请大家坐等周六晚八点的这 就是街舞第五季的首播 看看王一博队长用怎样可爱又创新的街舞 诉说属于他的街舞态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